軍車載著反坦克飛彈 卻被從天而降的炸彈 瞬間炸個金光 加薩高樓遭到連環轟炸 以色列部隊被募集 從陸上甚至海上 還有空中三軍整合作戰 聯合攻擊哈馬斯 在加薩里的地面目標 不只陸海空的3D作陣 在加薩的南部和北部 也能看見以色列部隊 持續在動員 打算南北包夾加薩 讓哈馬斯成員無處可逃 以色列軍的地面站 進入第六天 部隊指導加薩哈馬斯大本營 不過卻也傳出哈馬斯成員 傾巢而出 雙方爆發 激烈巷戰 以色列總理那坦雅胡坦言 軍方已經付出巨大代價 所以不達勝利 絕不停手 哈馬斯領袖同樣強硬 還拿關押了人質心戰威脅 誓言要擊退入侵加薩的 以色列大軍 TVBS新聞 中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